天冷騎車 寒風吹來 動得啤啤啤 體感溫度再下修到三四度 騎士一想到就頭皮發麻 不行 一定要準備 手會到家會沒知覺 在肚上天冷冷包 看看沒戴手套的騎士 手都動得前端發白 而民眾要注意 可別覺得天冷習慣就好 有人無特殊疾病 只是天冷時四肢僵硬冰冷 竟然就冷到差點截肢 看看照片中原本肉色的手 隨著溫度下滑 跟著越變越紫 血管收縮 這個時候血液過不去 這個時候手指摸燥 就會呈現白色的狀況 缺氧的時候 手指就開始變成藍紫色的狀況 如果這一段時間 你都還沒有繼續處理 那又繼續接觸到一些冷的狀況 可能接下來就會變黑 黑的話就代表 這個組織已經都壞去 如何看手指變色影響 首先觀察手指 對冰冷異常敏感 接下來低溫時變色 是白色還是藍色 都是關鍵 保暖的處理之後 他的手還是持續的變色 而且還一直沒有恢復 我就建議來看醫生 不論你如果真的這麼冷 可以把雙手打開 用著最簡單的方法 把手鋪放上去之後 大拇指對到的這個點 叫做河骨穴 搓揉它四肢 就不會再這麼冰冷 此外防手凍傷 手套除了選擇 表面防水材質 也可以找防寒衣布料 加速排濕 腳寒冷的人 則是穿上護膝 再套上褲子增厚一層 或是多吃菸鹼酸食物 可擴張末燒血管 另外超強的 泡手腳發熱法 將熱水米酒 再加少許的薑後 每天手腳泡一下 都可以減緩冰冷症狀 怕冷的民眾 不妨多參考利用 記得姚立強物品 桃園採訪報導